其實這次在設計這一個教案 基本上就是希望利用MyViewBoard的classroom 就是我們數位教室的這個功能 來把線上跟實體的學生去串起來 一起來去看英文 我們英文很常看到這個George Orwell的動物農莊 我們的Animal Farm 那它其實是一部很有趣的作品 因為它用了豬來代表很多的這個 在那個時候史達林政權裡面發生的 很有趣的人物跟故事 那要讓學生了解這樣的一個諷刺 其實就是要來讓他們知道哪一隻豬是誰 這次數位教室剛好可以線上一起協作編輯 讓不管是在家的學生 在線上的學生 還是在實體的學生 他們都可以透過拖拉的方式 來去了解說 我們可能Napoleon這隻豬 就是我們的史達林本人 我們的Stalin自己 那透過這樣的方式 來去讓他們互動 而且其實它有 我還用到了一個很有趣的東西 叫做沉浸式閱讀 我用了沉浸式閱讀 來讓他們先看一小小段的課文 然後讓他們去裡面分組之後 在各組的自己的畫部 去找一個他們不知道的單字 然後在單字的時間跟全班去分享 去展示他們找到了新的單字 藉由互相分享的方式 來增加新詞彙量 對我覺得這其實是個很好用的功能 所以這次不管是沉浸式閱讀也好 這個編輯協作 都可以真的是把線上 跟這個線下的學生串在一起 那我這次就是用了這個 去幫未來我們要讀這本書 去做一個很好的基底的墊底 那其實設備部分 我並沒有太高深啦 其實我們這次 因為我們這次在的教室 就是剛剛好有兩個屏幕 那我在前面的屏幕 當然就是我們的教學內容 我有打開我們的攝影機 那我們這次用的是追焦攝影機 所以我走到哪裡的時候 學生其實是可以看到我的臉 然後我在教的 然後後面的螢幕呢 因為Classroom其實有一個很棒的功能 叫做儀表板 那我就把儀表板直接打在後面 我可以隨時的去看學生上課的狀況 然後去進行分組啊 還是要請他們一起共同協作 這些都是我們在儀表板做的事情 那我就是在後面的螢幕打了這個 所以我可以隨時的去跟他們做互動 然後隨時的觀察他們的學習狀況 這個是我這次用的設備 其實說多不多啦 就是追焦攝影機 然後一個大屏 一個小屏這樣子 如果說有老師們後面沒有這個大屏的 其實用筆電放在前面也是可以 所以其實要達到複合教學 真的沒有很難 那我這次 這項參加的這個一個競賽的教案 這個動物農莊的教案 基本上就是用這樣的方式 去闡述 去陳述 去表現出來 也希望各位老師們幫我按個讚 讓我可以得到我們的ID1330 還有可以把我們86吋的大屏 帶回家喔 真的很想要 所以請各位老師們投我一票 幫我按個讚 然後呢 我們希望在頒獎典禮見 謝謝 再見 掰掰 個部分 我們先歸